印度有相當迷人的歷史文化 而梵劇則是在印度傳承 許久的一種戲劇 這次中山大學與印度舞團 共同帶來了華人世界第一出 以中文表演的經典梵劇小土車 透過這出有2000多年歷史的梵劇 讓大家感受不同的異國文化 我覺得這個劇很有啟發性 讓小市民或是非常卑微的人 也可以有很大的夢想 所以我們非常樂於跟我們這次 中山大學的戲劇系來合作 我們時間是在2月20號的晚上 還有2月21號的下午 讓年輕人有站上舞台發聲的機會 也讓我們體驗一下 非常陌生的異國文化 印度的一個舞劇小土車 中山大學這次特別選擇 以平民為主的戲劇 就是要讓民眾更加了解 印度的種性制度 讓觀賞民眾不僅能夠享受藝術 更能夠從中了解印度文化 其實印度大家知道說 它可能或許會覺得說 它的種性非常的嚴苛 那希望說大家透過這齣戲可以來解釋說 為什麼這個種性制度會形成 那這個種性制度背後 它支撐這個制度的意義是什麼 以及這個劇本它想透露出來 很多關於現在印度包含 就是都很很尖銳的問題 它在這個劇本裡面 2000多年前的劇本就已經提出 這樣的一個反思 其實是想要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印度跟我們想像的不一樣 在世界上每個文化 都是歷經許多時間的傳承 記錄著許多風俗民情 中山大學這次將印度傳承 2000多年的繁劇帶來新竹 就是要讓大家看見不同的文化 享受經典的演出 凱波新竹城 洛伊紅蔡文啟採訪報導